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消息实际是来自于香港 中国大国崛起论被大泼冷水 文章上来提到 近些年在大陆的舆论界 普世价值论经常受到批判和讽刺 而最时髦的就是大国崛起论 或者中国模式论被视为爱国主义 但这些论调最近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显示毛泽东思想 思想基本原则定于一尊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我觉得后这词呢就说的有点 有点确实有点过去了 但是大国崛起论呢 是今天中共或者说 现代的中共的领导人 来忽悠老百姓的一种说法 文章里首先提到了台湾著名的作家 龙英台在北大的演讲 接着他介绍另外一个人 是中国赫赫有名的招商集团的董事长秦晓 他在清华大学管理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 发表了直接的演讲 而他的演讲非常特别 他说中国模式论的宣扬是政府主导的 民主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的路径 而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 试出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 民生和理想代替现代性 自由 个人权利 民主 理性 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 他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这秦晓这话说的我觉得非常的大胆 而且真的今天能有人敢说这话 那是不容易 那确实是要不然是逼急了 要不然就是自己实在绕不过自己良心的这堵墙了 才说出这样的话了 秦晓说普世价值告诉人们 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 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 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是相反的 人民要服从于政府 人民实际这里是要服从于政权 服从于党 政府要控制资产 这是党的领袖们控制资产 党的他们家们控制的资产 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什么叫让位于地方建设 地方建设为什么有地方建设 地方建设的概念是 单关的可以鼓吹它的成绩 单关的在地方的建设的过程中 他们可以挣钱 把银行里的钱通过地方建设和国家投资的钱 转入自己的腰包 不就这点事吗 秦晓接着说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 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该保持沉默 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 而另外一位特别的人物 而且也是在周末非常触动整个中国论坛 或者说中国知识界的一个人物呢 就是刘亚洲 这是一个中将 这是李先念的女婿 她自身在过往的时间里 一直有着惊人的论点和说法 那这一次呢 也不例外 她在最新的凤凰周刊 对她的专访当中提出 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是军事和经济力量 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势的本身 民族的生存 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单靠金钱力量 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 甚至无法保有境内的平安和稳定 刘亚洲更加预计的说 十年内一场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不可避免 中国将出现伟大的变局 那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这直接挑战党的领导 刘亚洲还比较了前苏联 指出苏共失败不在于经济或者武力 而在于制度 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 并最大程度释放公民的创造力 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 就必然灭亡 他说党要灭亡 他接着讲中国不缺乏真理 而中国缺乏的是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 这份土壤是党一手创造的 而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 不在于硅谷 而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 境内的崇尚海外的一小撮 颠覆党的绝对领导 向党所要求的这种稳定 党将万岁的这种说法直接挑战 其实你让我说还是另外一个概念 第一 今天造成的贫富的差距 把老百姓不当人看 这是制度造成的 是党创造制度造成 第一个 第二个在党的里面 已经没有了像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绝对的权威的人士 第三 在今天的党的领袖当中 党的各级领袖当中 都是为自己赚钱 为自己家族发达 和完全自我利益扼杀良知的这样的人 把握着绝对的权力 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没有机会进入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也就验证了刘亚洲所提到的 十年内 大陆将会出现伟大的变革 而我倒想说一句 十年 长了吧 那恰恰网上另外一篇文章 就提到了有关石油的问题 文章这么说的 中国人真够勇敢的 石油污染 依然下海 那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 我觉得就非常触动 但是在大连的人 看到这样的照片 到底有多触动 我个人只保留意见 那文章里提到 大连仍然在中国有史以来 最为严重的石油泄露 所造成的疑患当中作斗争 三周前 估计成千上万吨原油流入黄海 造成大连部分的海域 和沙滩严重污染 但即使这样 沙滩竟然依然对公众开放 那文章里特别提到说 位于大连北部的金石滩 海浪拍打着沙滩 距离大连最受欢迎的海滨浴场 只有极米远的海面 那里总是有沾满了油污的草席 被从海上打上来 人们把被渔船打上来的草席 装入卡车 到处散发着浓浓的南文的油味 但这种情况下 依然有人在游泳 人什么都不怕 在这个背景下 我还是说那句话 用草垫子沾油 沾石油 进行清污的处理 用人赤身裸体的身体 在拿着这些草天 朋友 看看墨西哥湾 看看英国人和美国人 是怎么清污的 今天大陆吹嘘自己 是崛起了 第一个 第二个 那是第二大经济实体 已经把英国远远地 甩在了后面 但是英国人是那么清污 而且是在墨西哥湾 没在他们家 咱中国人 是这么清污 而且是咱家 是咱们自个的海滨渔场 周末在美国呢 出了另外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呢 被苹果日报呢 写了篇苹果论 这苹果论是这么说的 中国没有巴菲特 也不会有官汇群 文章上来提到说 在上周末呢 巴菲特呢 提出来要把自己的 一半的资产 捐给社会 那这个发起呢 本身呢 得到了40个富豪的响应 那希望目前巴菲特呢 想游说整个 美国的富豪们 都像他们一样 捐出自己的钱 而且呢 他讲说 这样的计划 将向中国和运动的富豪 进行推广 而也在前一天 奥巴马总统 向持续24年 在美国行善的 香港移民官汇群 授予了总统公民奖 他说这两个消息 在内地媒体都有报道 但是笔者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在可见和不可见的未来 中国大陆既不会有巴菲特 也不会有官汇群 这里说的官汇群 是香港移民 实际他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我看过另外一篇文章说 他从中国大陆转到香港 再转到美国 他24年在美国 在他的社区里面 去帮助别人 但他自己也表示说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还在大陆的话 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那文章里提到呢 巴菲特之所以这么做呢 是靠着一种人生的哲学理念 来支持着自己 他在自己发出的捐献宣言当中说 他的人生哲学 是把99%的财富作为慈善 他说未来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我已经得到人生中最想要的一切 我相信大多数相当一部分大陆人会说 巴菲特当然了 他已经拥有了 所以他不在乎 我想换个角度说 您已经拥有的部分 您现在您不用对比巴菲特 您现在已经拥有的部分 您愿意放弃吗 您可能已经买房子了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没买房子 您已经买车了 相当一部分人没买车 那我就想说在这个背景下 您愿意放弃吗 因为有更多的人不如您呢 既没房子也没车 您愿意把这部分钱拿出来捐献给 或者说照顾给那些其他人吗 可能朋友会说 石涛您抬杠 对吧 我车是因为我需要 我房子也是因为我需要 那我觉得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巴菲特同样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拥有这么多财富 财富是我赚来的 从我已经赚的财富的角度上说 和我占的位置的角度上说 我可以用这些东西做别的 我可以用这些东西赚更多的钱 等我赚了更多的钱 我在捐献的时候 我为社会不就可以做更大的贡献吗 人醉两张皮 关键看人心 那巴菲特在他的誓言当中 接着说呢 说捐献承诺 不会让他牺牲自己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那就是时间 他许多人 我很光荣的说 包括我的三个女儿 都会捐出大量的时间 去干帮助别人的事情 这种助人的方式比捐钱更有价值 因为一个挣扎求生的孩子 如果能够获得爱心 辅导人的帮助和栽培的话 他所得到的这份爱心 将比一张支票来得更伟大 而我在这方面做的很少 而关会群自己24年来 每天帮助贫困的人 他的付出 按照巴菲特的标准来说 已经大的多了 那巴菲特接着讲说 拥有一大堆财富的人 最后往往变成了 这财富的奴隶 他接着讲说 百分之一花在自己身上 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快乐 但是当百分之九十九捐出去的时候 肯定会对其他人的健康和福祉 会带来改变 文章在最后提出来 为什么在大陆既不可能有巴菲特 也不可能有关会群呢 文章说 第一 在大陆没有这样的制度 使得 这是指税收制度 使得这些有钱人 能够捐出自己的钱 第二个 在中国民间缺乏慈善机构 而绝大部分的捐款 都被当官的给吞了 变成了政府的钱 而政府的钱又是谁的钱呢 鬼知道 而第三呢 在大陆 大笔捐款会引起社会的瞩目 从而导致各个官僚机构 临门 而且会向这些富人 暴以嫉妒 甚至仇恨的眼光和做法 这是肯定的 这也是一定的 他说 第四呢 中国的富豪呢 不是靠精英数年 才致富的 而是这十年来的爆发户 爆发户不但不会对财产 是一种负担 而是觉得拥有越多越好 越豪华 越嫌 越有满足感 嫖客 这就是嫖客的心里的一个特别的概念 而这些爆发户 您再往下追追是谁呢 又跟党的官员和领袖们有关系 这就是今天社会的现实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